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集宅背后深层的心理动机 读书带你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帮你发现比你原来想象的更好的你 读本好书听懂故事 大家好我是李潘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一读知名心理咨询师 伍志宏的这本书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这本书由孤独自恋成长梦想四小册组成 我们都生活在关系当中 社交是一个逃不开的话题 可是当我们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的社会 当线上的沟通和娱乐方式极大丰富 越来越多的人感觉社交成为了一种负担 甚至出现了社交恐惧症 比如说能发信息就不打电话 不愿意与人打交道 那么社恐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心理根源呢 我们应该怎样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呢 对于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 他们最愿意做的事就是宅 书中说了 自闭式的生活或者叫宅 是在内循环中完成一切 让头脑的想象 千般情绪与激荡的情感 都在自己的世界里消化发酵 乃至腐烂 可是我们头脑中对于外界的想象 都是真的吗 未必啊 头脑擅长做题与学习 但如果用头脑来系统化的诠释情感 可能就会出大问题 你比如说 我们可能会过分地放大敌意 或者是将问题过度地归因于自己 与其在大脑中去纠结 不如投入到真实的世界中来 因为生命只能是体验到的 而不是想到的 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这样说过 哪里有人喜欢孤独 只不过是人们不喜欢失望罢了 的确对于不少有社交恐惧症的人来说 不喜欢与人交际的原因正在于此 很多人说 其实我不是排斥与人交往本身 而是反感不纯粹的交往 反感那些交往背后的目的和动机 这本书中就介绍了动机论 我们来看一看他怎么说的 他说动机呢 是人际关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 但是如果你太过于在意动机 就意味着我对别人很挑剔 对自己也很挑剔 结果可能就会导致 你在交际过程中非常疲累 或者干脆隔绝自己 不与人交际 所以不能太过于在意动机 我们再来看一看书中所写的 社交恐惧症的另一个特点 那就是有些人是去到陌生的环境去之前 或者与陌生人交谈之前 会做大量的细致的规划 甚至在头脑里反复的演练好几遍 尽可能地把想到的一切情景 都想出对策 为什么会这样呢 书中说了 这可能会让他有一种控制感 书中这样写道 一个人的自我能延伸到何处 取决于控制感的范围 一个人生活得太简单 太窄 常常是因为他的控制感 只会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发挥作用 进入大的空间会让他失控 的确新鲜事物会带来失控感 而一旦失控 他就会觉得别人会看不起自己 所以总要做好细致的准备 那么控制的是什么呢 失控的又是什么呢 是想象中的外部世界的敌意 和自己内心的敌意 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我们来看书中是怎么说的 书中说 就是希望外部世界是按照自己 预想中的模式发展的 希望自己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回应 如果在一个细节上受挫 哪怕这个细节琐碎得不得了 那么自己也会感觉 自己的意志被否定了 那么人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在自恋这一小册里 作者提到了一个概念 叫全能自恋 成年人的全能自恋 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我无所不能 你当然要按照我的要求来做 我无所不能 所以我能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全能自恋的程度 决定了一个人的焦虑程度 如果你期待任何事情都是一百分 那就意味着你在持续不断地攻击自己 因为这根本就做不到 从全能自恋到健康自恋 一个人的成长 要通过好的关系来滋养 我们在与人相处的过程中 真切地去感受自己 和别人是一样的 要去体会 体验成败得失 让自己被锤炼 被淬炼 然后才能逐渐形成一个成熟的人性化的灵魂 这样一来 环境的变化 会激发你的反应 但是难以动摇你的根基 你也就有了从环境中跳出来观察的能力 和一份从容 了解这些概念 对于你应对射恐 应该说有一定的帮助 而在这本书中 对于如何应对射恐 还给出了一些小的技巧和方法 比如说 很多人会在失眠的时候想 今天某件事没做好 是因为我有多么多么不好 我要是这么做 事情就不一样了 那这种反思与自我攻击 其实就是自我归因 它的背后是孩子式的自恋心理 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导致的 那与此相对的 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书中给出了一个方法 他说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 在事情的层面上自我归因 但不过分 同时也能客观地归因外界 情绪层面上自我安抚 并寻求他人的支持 同时让一些必然出现的情感 比如悲伤啊 得以流动 并且不管如何归因 和有什么样的情绪 都要自爱 再比如 有些人特别敏感 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别人 对自己的态度的变化 而这个态度是好或者坏 会引起他内心极大的动荡 哪怕是远远走过的路人 咳嗽一下 皱一下眉头 他也会认为 是自己惹了别人不高兴了 这种敏感背后的逻辑是 我发出的声音 表达欲求 映照在别人的镜子上 别人不高兴 所以我的声音和欲求是错的 我是错的 那么怎么来破这种状况呢 一是找好镜子 第二是破掉坏镜子 对自我的否定 第三是破掉坏镜子本身 再者 常常对自己打气 说我是好的 其实书读到这儿 大家是不是对社恐 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了 其实不只是社恐 这一套书呢 对于我们生活中 所面临的许多心理问题 都给出了原因分析 和疗愈的方法 就像锋底所写的那样 如果你明明没做多少事 却经常感到累 注意力经常分散 难以保持专注 意识到一件事很重要 却迟迟无法开始 对自己的工作不讨厌 却也不热爱等等 那么这套书便是为你而写 好的 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 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做出来的事 绝对 感谢观看